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级成员 耶稷,Dia,Ryujin,Chairion,Yuna 五位成员们的出道经历 第一,耶稷 一级队长耶稷是透过两次的争选赛后 最终成为了CYP娱乐的练习生 第一场争选赛是在舞蹈学院 当时耶稷准备了一首歌 一个舞蹈通过了第一轮试镜 但是在紧接的第二轮试镜 被要求展示与第一次不同类型的舞蹈时 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结果就被淘汰了 但是耶稷并没有回心 他抱着这一次一定要准备完善的心态 再次参加了JYP的争选赛 在JYP娱乐的评审们连续看了八次舞蹈后 耶稷最终通过了试镜 成为JYP的练习生了 而因为耶稷在进入JYP娱乐之前 都没有学过唱歌 所以一开始在月底评价的时候 歌唱部分都获得了很低的分数 但是耶稷透过不断的努力 提高了自己的歌唱实力 结果在月底评价 也拿下了JYP娱乐女练习生 全体一位的成绩 之后就以一级的队长顺利出道了 第二 丽亚 丽亚在小学生时期 有通过SM娱乐在加拿大举办的全球征选赛 做过短暂的练习生 但是当时因为遭到家人的反对 而离开了SM 不过到了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丽亚再次参加了JYP娱乐的征选赛 一次通过成为JYP娱乐的练习生了 第三 丽亚 中学一年级的丽亚 在卡7的粉丝见面会上 排队上厕所的时候 被JYP娱乐的心态发掘 参加了争选赛 当时在试镜的时候 丽亚跳了Ladies Court的 《男朋友家舞蹈》 唱了《阿肚东兵兴兴》的 《维国人的鼓勃》 一次通过了试镜 成为JYP的练习生了 而在正式出道之前 丽亚就以练习生的身份 参加过StriKids与Miss9 并在《彭坛参严》的 《Love Yourself Highlight》里 以杰后比几名的搭档 提高了知名度 第四 切凌 切凌在13岁的时候 与姐姐切凌参加了 选秀节目Kpop Star第三季 虽然当时没有进入总决赛 但是因为看好两姐妹 舞蹈实力的JYP 而顺利成为JYP娱乐的练习生 之后切凌参严两个人 参加了选拔Twice成员的节目 Sixteen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通过 在Sixteen之后 姐姐切凌离开了JYP娱乐 切凌则是留下来继续练习 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实力后 最终以一几的主舞成功出道了 第五 云娜 小时候是运动选手的云娜 一开始的梦想并不是歌手 但是云娜在小学生的时候 被是B2B粉丝的姐姐带去了 KBS 2015 KAYYOTE 出筹活动现场 而当时云娜在观众席看歌手们演唱的时候 被JYP的心态发掘了 之后在第一轮第二轮的试镜 云娜唱了A里的《丑娘汉》的前半部跟国歌 以及简单的律动后 正式成为JYP娱乐的练习生了 就这样 一几在2019年2月12号 以出道曲《塔拉达拉》正式出道 而在出道仅9天就拿下了 女团在音乐节目最短时间拿下第一名 以及MB在57天就突破一亿光看次数的大纪录 当年也拿下了新人奖 开始了一几的辉煌历史 对呀